子高呢 你是有那个一刻吗 有 但是我不是意见忠情那种 二十年前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是特别讨厌他的 那个时候我是个组合 他已经是歌手 很有名的歌手 然后我们有一次出席一些活动 他都去看我们的 然后我就觉得哇 有没有这么这么拽 这么拽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我不太喜欢他 直到有一次 就是2007年的时候 那天有一个导演生日 他在我那个酒吧开派对 然后在深夜两点钟的时候 有一个经纪人打电话给我 他说我现在过来 那过来的时候他就带了鲜花过来 但是那个经纪人呢 坐了15分钟之后 他跑过来跟我讲说 我赶时间你帮我照顾他一下吧 然后我就跟他聊天 然后聊了半个小时 因为我只觉得 跟我以前 想象的 想象真的不同 他是什么话都讲 完全没有装什么明星 他就很随意 过了一个小时 我说你唱歌吗 点首歌 不唱 你唱吧 那你想听什么歌我唱吧 随便你 然后我就唱了他的一首歌 然后我就唱着他听 他说觉得唱得怎么样 然后我就一直聊 聊到整个卡拉OK没有人 只有剩下我跟他 那个是早上六点钟 很有画面感 聊到所有人都走了 全世界只剩下他们两个 那就是很谈的来了 相谈甚欢 我发现我真的很喜欢他 我喜欢他是 他这个 这个地方 我觉得高歌比较会 你想听什么歌 我唱给你听 唱一首你的歌好不好